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对目标 那你的努力可能换不回来任何结果 寻爱时需要保持执着 但如果始终不懂得变通 那你会让女人觉得无趣和木讷 掌握对方的心理和软肋很重要 会撩的男生很容易俘获女孩的芳心 她们身上有这些特点 总让人念念不忘 难怪容易让女生上演 一 情话多 实际行动更多 女人爱听誓言 恰到好处的告白 能够激发她们的荷尔蒙 爱情中的真诚很重要 但无论何时 都不要忘记制造浪漫 带来情趣 会说情话的男人大多聪明热情 结合女生的处境和心态表达爱意 这会让她更快地清新 但想获得幸福 光靠嘴说是远远不行的 得知女孩感冒 直接把药送到她的公司 知道女生加班 亲手做好饭菜送到楼下 每到重要节日 提前准备一份饱含深情的礼物 这些行为不仅暖心 而且会让女生无比动容 甜言蜜语已经令其心生好感 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会瞬间瓦解她内心的最后防线 二 慷慨大度 舍得花钱 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原则 面对追求者 她们会考量对方的真心和用意 物质和真爱无关 但可以帮你换来感动和惊心 每次见面都给她准备一份小礼物 请她吃饭 偶尔选择一家浪漫高档的餐厅 与她逛街时 给她购买一套漂亮的衣服 借助金钱 你可以放大相处中的浪漫 带来更多情绪 女生其实很容易被感动 你的每一次付出都可能为你赢得好感 不要因为认准了一个人就一味省钱 或许你只是为了给她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你所表现出的抠门会让她觉得毫无诚意 三 情商较高 行为暖心 不管在什么领域 什么时期 情商都是影响交际的重要因素 一些人不仅聪明睿智 而且能察言观色 了解对方的所思所想 会撩的男生不仅很暖心 而且会投其所好 只要经过短暂相处 他们就能够知道女生的性格脾气 偏好习惯和个人品味等 知道女孩感性 他们会多说情话 制造浪漫 发觉女生心软 他们会展现脆弱 得知女生缺爱 他们会送出温暖 给出承诺 把话说到女生心坎里 同时在相处中保持着身世风度 他们的每一次举动 都让人感到贴切与恰当 这种男生必定招人喜欢 四 保持安全距离 不给女生任何压力 因为爱情而变得痴迷执着 这是一些出涉爱情的男生 最容易陷入的状态 对幸福的向往 甚至让他们变得无比狂热 女生的戒备心一般很强 你追得越紧 她反而压力越大 总是逼着她做决定 总是问她爱不爱你 这会让她心生反感 聪明的男人会在获取信任前 保持安全距离 他们只在女生需要的时候出现 而且不会强行进入对方的生活 如此贴心的举动 会让女孩更快清新 情感际遇 追求爱情 是获取幸福的第一步 为了尽快收获稳定温馨的生活 很多男生都表现出了热情与执着 但技巧其实和努力一样重要 能够轻易获得信任 快速找到真爱的男生 往往有着独特的魅力和出众的实力 他们身上的这些特点 能够为自己吸引更多的关注 不要盲目示爱 也不要用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追女孩 知道她的所思所想和真实诉求 然后适当的改变方法 你的寻爱之路会顺畅很多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点点订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